女孩的生命之光 请关注无儿女童求生之路 记录真实父民生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我们都知道啊 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言人 是一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女孩 因为媒体的关注 她能走进学堂 最终走出深山 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作为一个农村的贫困孩子来说 她是幸运的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呢 她也有一双水汪汪迷人的大眼睛 但是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那么在她的身上 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最主要的矛盾就是这个小孩 都有很多人去笑她 啥子好烦吗 文章完了要表 要表 这个眼睛大大的女孩子 就是黄宜娇 七岁 家住四川省资中县 归德镇 伟债门村 和黄宜娇在一起的 是她的亲生母亲 寇仙兰 寇仙兰为什么说 最主要的矛盾 就是自己的小孩 父亲为什么不要自己的女儿呢 莫非黄宜娇不是她和妻子亲生的 孩子呢 是自己的亲生孩子 那么父亲也是亲父亲 虎毒尚且不识子 难道父亲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 不喜欢女孩吗 如果不是 那又是为什么呢 就在记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寇仙兰却说出了令人震惊的一番话 我就听见他们迷迷糊糊的 听见我老公他们的商量 他们的商量是说 这个孩子没有耳朵 没有耳朵 平时黄宜娇都会用头发遮住两边 如果不注意 很难发现孩子的外观有缺陷 可是耳朵到哪里去了呢 这种两边没点耳朵 没点耳朵 我们是第一次见的 原来黄宜娇是先天机型 没有外耳酷 从出生那天起 邻居的指指点点就没有停止过 肯定是一点儿孩子一生 一点儿正经的感觉嘛 我能跑起来就像 在从那儿上耳朵嘛 别人就像看稀奇谷歌一样 来看我的小孩没有耳朵 真的那个时候 我心情真的挺难受的 别人是你会不到的 是哪个妈 是个妈的 这样 尽管村民是议论纷纷 有人劝寇仙兰放弃 有人让她把孩子放到狐狸院 然后再生一台 可女儿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吗 当娘的知道 孩子心里唯一的愿望 就是想要一对耳朵 但是她的丈夫 孩子的父亲 却始终无法接纳这样一个女儿 无论妈妈怎么劝说 女儿始终没有说一个字 就像我们以为女儿害羞 或者记恨父亲的时候 有人却说出了另一个让人心颤的理由 真是雪上加霜啊 黄一娇不仅生下来就没有耳朵 外观畸形 而且还亲不进 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 才是父亲不要女儿的真正原因 我说你最近是在什么地方 我在海南 在海南是吧 是啊 你孩子就是最近会去医院检查 你会回来吗 哎呦 现在工作已经忙了 工作忙 是啊 那你有没有 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呀 什么事 春节是吧 工作忙 不愿回来 当记者继续追问时 他却显得不耐烦了 哎呀 你让你心要做好 父亲就这样挂断了电话 我现在离黄一娇 大概两米的距离 我在这里要铃铛 看的是不能听得见 好 他没有反应 我们走近一点 现在这里大致是一米的位置 我们再摇一下 哎 好像小孩有一点反应 我们再近一点 黄一娇 黄一娇 你能听见 是不是有声音吗 啊 能听见 记者惊奇的发现 如果距离很近 大声说话 他还是能隐约听到的 我想耳朵 我想耳朵 我想要耳朵 这刺痛人心的几个字 黄一娇写得一笔一画 功功整整 在这个小女孩 单纯的内心世界里 两只耳朵 是一个梦想 他因为那个没有耳朵 挺自卑的 他上街或者是上学 都有很多人去笑他 那些小同学 也没有看见过 感觉很兴趣的 有一次吧 他的学校回来 就指着我们的耳朵 他就说 妈妈耳朵 爸爸耳朵 然后他又指着他那耳朵 然后他就说 没得 他说没有 那意思 他就是 没得 如果要圆孩子的这个心愿 就必须先查清 他的听力缺失情况 于是 我们的记者特意联系到 四川省人民医院 为黄一娇 进行了一次免费的检查 体育在70dB 然后左耳在75dB 一般一个25dB以内 都是正常的 基本上是于中度 我们来看看 按照国际惯例 人能听到声音的分贝数 戒令如下 25分贝以内 被认为是正常听力 25到40分贝 被认为是轻度听力障碍 70的80分贝 被认为是有重度听力障碍 黄一娇因为重度的听力障碍 一直不会说话 耳朵 耳道 摸不到耳朵 摸不到 这个也是 现在耳朵 那么耳朵对于我们来说 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一 能排育外来物体 以保护外耳道和骨膜 二 能起到从自然环境中收集声音 并导入外耳道的作用 医生说 先要给黄一娇 安装一对人工耳朵之后 才能佩戴外置式的助听器 两箱费用加起来需要三万块钱 事情终于有了希望 但接下来的问题 马上又让扣仙兰一筹莫战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不是那个农村里面 还有那个小额贷款吗 我看回去能不能够贷 好像可以贷五千块钱 只要能让女儿走出 极度自卑的心理阴影 即使砸锅卖铁 扣仙兰也要尽快给女儿 做人工耳朵的手术 可是三万块钱的手术费 一下子到哪里筹 听银记说 农村信用社可能可以贷款 第二天一大早 极度万分的扣仙兰 准备来碰碰运气 只要你两个同事当场的 不得 因为洪主是你爱人的 你可以帮着妈妈 帮着妈妈 不是的 不是 这个是我们的制度 主要是跟阿嬷收拾 也不是我带款来吃 和我玩也行 我晓得 反正只要你爱人 你两个不就赞帮同事来 我们就办给你了 他 他老板在外面筹钱 只要不能打洪 你都要得挣钱了嘛 你必须就是还是要两个同事来 不然是他现在外面造工了嘛 母亲的执着打动了工作人员 信用社最终同意给扣仙兰贷款 事情到这里应该还算顺利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却让贷款的希望 瞬间成为了泡影 带款没打击了 我还不晓得 你不晓得 师傅你来走了吗 我忘了 师傅你来走了吗 我别忘了 我这就不意 你把带款没来走了吗 我忘了 啥子好烦吗 问你完了要不要 不要了要不要 带款证找不到 丈夫的冷卧 把一向坚韧的扣仙兰彻底击垮了 来 两百 妈妈要不要你 妈妈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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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不想你 妈妈是不想你 你爸爸你不关你 妈妈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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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娘娘 谢谢 你还要不要 你今天我接我 妈妈 今天也要 我 你 今天也要两件话 今天也要 今天也要 谢谢 谢谢娘娘 两人谢谢 嗯 拜拜 谢谢娘娘 谢谢 我经常在外面吧 我反正给外人的感觉就是挺坚强的 然后我有些时候就是一个人哭 真的我感觉我挺失败的 因为不管做人也好也失败 然后婚姻也比较失败 黄一娇的世界很小 她很少出门 因为听不见 有一次在马路上差一点就被汽车撞了 吓得妈妈以后 再也不放心让她自己出去玩了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小朋友对她的态度 因为没有耳朵 小一娇总觉得别人看她的眼神都怪怪的 也总会有不懂事的小朋友 要揭开她的头发一看究竟 每当这个时候 小一娇心里都难受极了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 小一娇的生活只能是越来越封闭 妈妈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好了一分钟广告以后 我们继续来关注想一娇的命运 跟妈妈说哈 想骗儿子 哎 儿子 妈妈说想骗儿子 哎 行啊 妈妈 请妈妈哈 妈妈喜欢你啊 妈妈饿你啊 行啊 行啊 妈妈哈 行啊 妈妈在 你不喜欢妈妈在 对不对 请妈妈哈 请来的 行啊 儿子 请不请妈妈妈 去啊 这里 尽管三万块钱的手术费还没有筹到 但是深入检查还要继续做 原以为马上就能做人工耳廓手术了 可是整形美容科的医生检查后 却给了寇仙兰当头一把 心中刚刚被点燃的希望 在这一瞬间被完全熄灭 他一般的正常的那个小娃娃的发育要差一些 寇仙兰觉得是天旋地转 长久以来支撑他的唯一精神支柱 在此刻荡然无存 现在他多么渴望丈夫能回来 和他一起承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 我想你回来 我想你 不管那个杨范面那个是我们的外面 我们不管结果那个杨范面都应该面对现实是 那么多不认识的人都帮助我梦魏的 你是个父亲了嘛 我想你回来 你会回来吗 我等几点嘛 完了需要你 真的 喊爸爸要来 喊爸爸 喊爸爸 黄姨娇第一次喊出了爸爸这两个子 对于一个几乎不会说话的女孩子来说 这样的呼唤哪个父亲能不动容 人工耳阔暂时安装不了 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黄姨娇的听力问题呢 记者再次为姨娇解决听力问题 四处奔走想尽办法 通过电话终于找到了一家生产内置式助听器的企业 四川育尔听觉言语技术有限公司 在电话里面也讲述了这个孩子的这个家庭背景 这个当时给我一个非常感动 我觉得一种触动 然后马上我就跟我们那个经理联系了 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 永远是希望大于失望 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爱心企业愿意为黄姨娇捐赠内置式的助听器 经过安装人工耳阔的事情暂时搁置下来 但是终于可以解决黄姨娇的听力障碍 怎么能让姨娇看见自己有耳朵的样子呢 记者想到一个简单一行的方法 看到记者的礼物 黄姨娇高兴极了 照片上到底印着什么 能让她这么开心呢 原来记者在照片上 给没有耳朵的遗交 加上了一对漂亮的大耳朵 她比划的意思是说 妈妈有耳朵 我也有耳朵 她的第一次畅快地表达 虽然仅仅是因为一张电脑合成的照片 什么东西啊 没想 啊 耳朵是吧 看见了 她太高兴了 她看到自己眼她都舍不得丢了 然后她就这样抱着 睡觉她也舍不得 爱心企业愿意为黄姨娇 宣赠一对价值两万元的内置式助听器 但是要安装这个助听器 必须先通过手术打通耳道 这个手术费用也在三万块钱左右 谁又能再次伸出援手呢 正在当时看到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小孩真的是我们 作为公司我们决定做这个事情 真的我看见就是确实需要帮助的这种事 成都卡美多协业有限公司爱心基金 不仅承担了黄姨娇的手术费 还给了他们母女更多的物质帮助 黄姨娇在众多爱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下 终于走上了手术台 黄姨娇这个无儿女童的求生之路还没有结束 医生说了 等她长到十二三岁的时候 可以再到医院做外耳阔植入手术 首先感谢成都卡美多协业有限公司 她为孩子提供了手术会 让孩子能够有机会做手术 感谢成都悦尔听的有限公司 为孩子提供负贴器 感谢中央七套生活五六七 南部对我们的帮助有关 谢谢 小姨娇是个不幸的孩子 先天就没有外耳库 没有内耳道 又不会说话 但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她能够做手术了 也安装了助听器 可以说已经解决了最根本的问题 但是她希望能有一双耳朵的愿望 还没有最终实现 如果您想帮助这个可爱的孩子 现在我们屏幕下方就直接打出了 黄姨娇的妈妈扣仙兰的银行账号 还有联系方式 希望在大家的关心和帮助下 黄姨娇能够筹集到第二次手术费 真正拥有一双自己的耳朵 我们也会一直关注这个小姨娇的命运 好了 生活了 谢谢和你在一起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 下期预告 一场车祸 七人昏迷 车内燃起熊熊大火 七个人的生命危在大气 五分钟后的一连串爆炸 带着他们又是怎样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